你听过水润饼吗?可别以为这是润饼加水的组合哦 但到了新竹市,几乎人人都有吃过这项美食 在城隍庙和竹联市周遭都有贩卖 对新竹人而言,水润饼是从小吃到大的点心 也包含着对祭典的回忆 但其实,水润饼现在只剩下一家店铺在制作 快跟着自由时报来探索吧 这是新竹坚持50年手工做的水润饼 那谈到水润饼很多时候,为什么叫水润饼? 其实因为它在烘烤的过程当中 能够感受到有点含有饱满的水分 摸起来又像小朋友的皮肤一样润润的 所以自然而然成为在地人的一种非常好的 小吃点心,我们就称它叫水润饼 在庶民生活当中有两个不同的解说方式 第一个是小朋友在满四个月流口水 要受暖的时候会用水润饼去做这个受暖的动作 第二个是在民间庙宇游街的过程当中 大小人带在脖子上面吃平安的平安饼 过去大部分都是激光饼 那因为我们新竹有这样的传统饼 那有人就建议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来当做 吃得保平安的这种游街用的供品 所以慢慢慢慢就成为新竹在地 非常具有特色的两种小吃产业文化特色 水润饼的制作过程与一般烘焙类食品的做法相似 透过花面、揉面与鸭饼等模式 最后在口袋上将饼煎熟 看完了水润饼的制作过程后 接着由目前硕国锦纯唯一在制作水润饼的 德龙商号老板杨水龙先生 来谈谈制作水润饼的甘苦和心得 我大概是从国小那时候是十三四岁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做 做到现在应该算六十岁了吧 那有四十几年吧 将近五十年这样 别人上班是在外面 他们上班在家里 就是做一天 上班是薪水固定 他做这个就是生意好就多专利 生意不好就少这一点就这样 他习惯就好 那他其实的口味吃起来 蛮浮饱的那个口感 只因为还有加肉桂跟盐巴 所以其实很耐吃 越咬越香 而且重点是他没有防腐剂 所以大概三天就会坏掉 会成功 我们小时候最常吃到的时候就是七月半的时候 中原城隍爷出门 在七爷八爷身上挂的这个水润饼 它有多珍贵吗 久久才会吃到一次 要吃这个饼 七月半可以来城隍庙附近逛逛 有人在发饼 外地人一定要吃喔 水润饼 很好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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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